21.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和那些饭馆里播放一国音乐的国家 做长途大巴旅行当然是他的主意 欧维完全不理解这有什么好处 要是他们得去什么地方大可以开萨博去 但索雅坚持认为旅游大巴浪漫 欧维明白这可是天大的事 于是就随了他 尽管每个西班牙人都好像有些自命不凡 大柱舌头四处晃悠在饭馆里放一国音乐 还大白天睡大觉 尽管做大巴旅游的人光天花日之下大喝啤酒 就好像他们是在马西桶工作一样 欧维尽量不去喜欢什么 但索雅如此兴奋很难不被他感染 他搂着他时他笑得那么大声 周身上下都能感受到他的快乐 哪怕是欧维都无法不喜欢上这种感觉 他们住在一家小旅馆 里面有个小泳池和一家小饭馆 欧维以为经营旅馆的小个子男人叫奢债 但写出来却是和赛 西班牙人对发音显然不怎么讲究欧维想 舍债一点瑞典语都不会说 但对聊天兴致盎然 索雅一遍遍地查字典 想用西班牙语说日落和火腿 欧维心想你怎么说不都还是一滩猪屁股 但他没吱声 另外他提醒他别给街上的乞丐钱 因为他们肯定都拿去买烧酒了 但他还是照给博物 他们想干嘛就去干嘛呗 他说 欧维想反驳他只是笑着轻轻他那双大手 欧维当一个人给另一个人钱 蒙福的不是那个收钱的人 而是给钱的那个 第三天他就开始睡午觉 因为西班牙人都这么做他说 大家应该入乡随俗 欧维才不幸这跟哪哪的风俗有什么关系 只是他的借口罢了 反正他怀孕后 24小时内都得睡上16个小时 就像带了条小狗来度假 欧维趁着13个步 他从旅馆出发沿路向下进程 他注意到所有的房子都是石头建的 眼前没有一根像样的窗框 大多数房子门口根本没有门槛 欧维觉得这有些不开话 怎么能他妈这么造房子 回旅馆的路上 他看见设债弯腰已在一亮帽 祝焰停靠在路边的棕色小汽车上 车里坐着两个孩子和一个很老的老太太 老太太头上裹着一条披荆 看上去不怎么舒服 设债看到欧维一颗朝他挥起手来 眼里似乎满是恐慌 犀牛他这么称呼欧维 入住以来每次与欧维见面聊天他都这么叫 欧维猜这在西班牙语里 大概指的是自己的名字 他没功夫查索雅的字典 设债往汽车上一通指 又冲欧维打手势 欧维把手插进裤冬 在适当的距离迟疑着停下脚步 医院 设债指着车里的老女人喊 他看上去确实很不舒服 欧维又确认了一下 设债直指女人又直指冒着烟的发动机盖 绝望地高喊医院 医院 欧维审时夺视了一番得出结论 这辆冒着烟的西班牙国产车的牌子叫医院 他把头探过引擎盖向内张望 看上去并不复杂 他想 医院 设债连连点头看上去很慌张 欧维不知道他应该做何回答 但显然 在西班牙汽车品牌是件很重要的事 这一点欧维倒是完全认可的 三 不 于是他稍有介事地指着自己说 设债困惑地瞪了他一会儿 然后也指着自己 设债 我他妈又没问你的名字 我只是说欧维说 但看到引擎盖对面那湖水般空洞的眼神后 他没再往下说 设债懂得瑞典语显然 比欧维懂得西班牙语还少 欧维叹了口气 挺不好意思地看看后座上的孩子 他们握着老阿姨的手看上去吓坏了 欧维又低头看看发动机 他卷起衬衣的袖子指着设债 让他挪挪窝 不管索雅怎么查字典 终究也没搞明白为什么那一周他们 都可以免费在和赛的饭馆里用餐 但每次那个开饭馆的西班牙小男人一见到欧维 就殷勤地张开双臂大声吆喝犀牛萨伯 的时候索雅都笑得冒泡泡 他的午睡和欧维的散步成了每日例行的习惯 第二天欧维碰到一个正在打篱笆的男人 他解释这样打篱笆是完全错误的 那人一个字都听不懂 于是欧维决定还是亲自演示比较快 第三天 他同乡村牧师一起为修道院起了一堵外墙 第四天 他跟住设债去村外帮住设债 弟朋友拽出一匹现在泥沼里的马 许多年后索雅想起来问他当时在干嘛 欧维终于告诉他的时候 他惊讶地摇头不止 原来我睡觉时 你溜出去助人为乐了 帮人搭理吧 不管别人怎么说你欧维 你是我听说过的最稀奇的超级英雄 从西班牙回家的大巴上 他把欧维的手放在自己肚子上 他第一次感觉到孩子在蹬腿 很轻很轻 就像有人隔住很厚的烤箱手套捅他的掌心 他们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感觉着这隐约的小力量 欧维什么也没说但索雅看见 他最后起身嘟囔说的上厕所的时候 用手背擦拭了一下眼睛 这是欧维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周 命中注定最糟糕的厄运紧随其后 二十二 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和车库里的人 欧维和猫水没柱坐在萨博里 车停在了医院入口外面的装卸区 别摆出一副好像错都在我的样子 欧维对猫说 猫回尽他的眼神好似失望而非埋怨 欧维瞪着窗外 他可能也颇有同感 他不是故意要回医院这坐着的 他恨死医院了 现在倒霉催得他不到一周来了三回 但这回他没有送人来 说心里话他觉得自己是被非法挟持来的 这一天从开始就邪了门 一大早欧维和猫就出门进行每日一次的小区巡逻 发现有人撞倒了社区内禁止车辆通行的标牌 欧维从支架缝里挂掉白油漆 嘴里喷得脏坏让猫咪都有些挂不住 在安妮塔和鲁尼的房子边 欧维发现了沿路的烟头 之后欧维一肚子火不得不额外越光一圈 就为了冷静冷静 他回来的时候猫坐在雪地里 哀怨地看住他 不是我的责任 欧维嘟闹一声走进储藏室 他出来的时候手上拿着雪铲 走到房子中间的道路上 站在那儿热蓝色外套随着呼吸上下起伏 他望着安妮塔和鲁尼的房子 哑哑地咯咯直想 那家伙老了又不是我的责任 他更坚定地说 猫看上去并不接受这样的解释 欧维举起铲子指住他 你以为这是我第一次跟政府打架道 你以为鲁尼的事就这么了结了 没完 还要深处在立案讨论权衡 一大堆官僚主义的狗屁事 你懂吗 你以为很快就能解决 其实的折腾几个月甚至几年 你以为就因为那个老家伙成了窝囊费 我就会老老实实地守在这儿 猫没有回答 你懂吗 你不懂 欧维吆吆一声转过身 他迈步时感觉到背后猫的目光 好吧 实话说 虽然这真不是欧维和猫密线 在把萨伯停在医院门口的原因 但至少直接关系到为什么那个穿大 好绿色风衣的女记者出现在欧维家门口时 她会站在那儿铲雪 欧维 她在她背后问 就好像担心自从上次打扰之后 她换了身份 欧维继续铲雪完全没有搭理她的意思 我只是想问几个问题 她试探道 到别处问区这儿没您什么事 欧维回答继续朝四面八方扬着雪那架势 很难说她是在铲还是在挖 但我只是想她说话音未落 欧维和猫咪就已经走进房子把门甩在她脸上 欧维和猫蹲在门厅里等她离开 但她没走 她开始一边敲门一边喊 你可是个英雄啊 这女人整个就是一神经病 欧维对猫说 猫不做评价 那个女记者一直敲着门嗓门还越喊越大 欧维不知所措起来 于是她打开门 把食指放在嘴上噓她 就好像紧接住就要提醒她 这里是图书馆似的 她满脸堆笑地朝她挥舞着什么东西 欧维本能地以为是某种照相机或者别的东西 如今这该死的社会 哪那么容易认清相机长啥样 然后她试着几件门厅 她大概不应该这么做 欧维伸出一只大手条件反射地把她推出门槛 她差点大头冲下扎进雪地里 我什么都不要 欧维说 她重新扎尾一边朝她挥舞起照相机 一边嚷嚷 欧维也没听进去 她看住照相机就像看住什么武器 然后她决定走为上策 这人完全不可理喻 于是猫和欧维一起迈出家门上锁 以最快速度直奔停车场 你记着想跑着跟在后面 好吧说真的 这显然也不是欧维现在坐在医院门口的理由 但帕尔瓦娜一刻钟后牵着三岁 女孩来敲欧维家的门却没人应答 与此同时她听见从停车场传来说话声 这可跟欧维为什么坐在医院门口大有关系 帕尔瓦娜和三岁女孩来到停车场上 看见欧维站在自己警索的车库门外手插口袋 猫咪站在她脚边看上去一脸愧疚 你干嘛 帕尔瓦娜问 没什么 欧维说她和猫同时低头看柏油路面 车库里有人敲门 怎么回事 帕尔瓦娜惊讶地看向车库门 欧维看上去突然对脚下的某 一小块柏油产生了浓厚兴趣 而猫像是马上就要吹起口哨开溜 车库里又开始敲门 喂 帕尔瓦娜朝里面高声问道 喂 车库门回答 帕尔瓦娜瞪大眼睛 老天爷欧维你在车库里关了个人 他边喊边拽住欧维的胳膊 欧维没有回答 帕尔瓦娜摇晃他就像想从他身上晃下椰子来 欧维 对对 但我真不是故意的 他嘟囔住耍开他的手 帕尔瓦娜摇摇头 不是故意的 是啊 不是故意的 欧维说就好像讨论可以到此结束了 他发现帕尔瓦娜显然在等他详细解释 于是挠挠头叹了口气 他好吧 是个什么记者 我真没想把他关起来 我想关我自己的猫来住 但他就这么跟进去了 所以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帕尔瓦娜开始按摩自己的太阳穴 我受不了了 你不乖 三岁女孩说着朝欧维晃晃食指 喂 车库门说 没人 欧维高声回答 我听见有人 车库门说 欧维深深叹了口气 无奈地看住帕尔瓦娜 就好像下一秒要嚷道 你听见没有 如今连车库门都这么跟我说话 帕尔瓦娜挥手让他靠边站他走到门口 错过脸去小心翼翼地敲敲门 对面也敲门回应 就好像期待住他们可以用摩斯密码交流 帕尔瓦娜咳嗽一声 你为什么要和欧维说话 他用比较保守的词汇问 他是一个英雄 一个什么 哦 对不起 是这样的 我叫莱娜在地方报纸工作 我想踩 帕尔瓦娜惊讶地看看欧维 英雄是怎么回事 一个什么 哦 对不起 是这样的 我叫莱娜在地方报纸工作 我想踩 帕尔瓦娜惊讶地看看欧维 英雄是怎么回事 他满口胡言 欧维便解道 他救了一个滚下站台的男人 车库们高声宣布 你确定找的就是这个欧维 帕尔瓦娜说 这话显然冒犯了欧维 啊 哈 就是说这个欧维当不成英雄是吧 他嘟囔道 帕尔瓦娜将信将疑地去助他 三岁女孩试图揪住猫咪剩下的那一小结尾巴 嘴里激动地叫着咪咪 咪咪显然不为所动 一个劲往欧维腿后躲 你干什么了 欧维 帕尔瓦娜从车库门口退回两步 提声来坚定地说 三岁女孩绕住她的脚脖子追猫 欧维盘算着该怎么处置她的手 哦 我从铁轨上拽上来个领带男 这没什么好小题大做的 他嘀咕道 帕尔瓦娜强忍住不孝出声 也没什么好拿来当笑话的 欧维郁闷地说 不好意思 帕尔瓦娜说 车库门喊了一声听上去像 喂 你们还在吗 不在 欧维冲她喊 你为什么那么恼火 车库门问 欧维开始褚蜂起来朝帕尔瓦娜靠过去 我我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好 他说 要不是帕尔瓦娜 肯定以为她眼神里还透着些许恳切 我不想把她一个人和夏伯关在一起 她严肃地小声嘀咕 帕尔瓦娜点头对眼前的不幸表示同情 欧维无奈地伸出一只手来条 解三岁女孩和猫咪之间的关系 以防她鞋子周围的形式失去控制 三岁女孩看住下要把猫咪压扁 而猫咪看住下要去警察局指证三岁女孩 欧维一把抱住三岁女孩 她于是欢笑起来 你们来这儿到底要干嘛 欧维边问边把怀里欢笑住的衣 团像一袋土豆一样递给帕尔瓦娜 我们要赶公车去医院接帕特里克和吉米 她回答 她看到听见她说公车 欧维的腮帮子尴尬地抽搐了一下 我们帕尔瓦娜又开了口若有所思 她看看车库门又看看欧维 我听不见你们说什么 大声点 车库门高声道 欧维马上退开两步 帕尔瓦娜冲她得意的笑就像刚解开了个字迷 听着欧维 这样如何你开车送我们去医院 我帮你处理这个记者 欧维抬起头完全不为所动 她真心不想再回那个医院 帕尔瓦娜摊开双手 不然我就跟这个记者说 我有一两个关于你的故事要讲 她说着冲她扬了扬眉毛 故事 什么故事 车库门喊又开始激动地敲打起来 欧维看看车库门有些泄气 这是唯比利诱 她对帕尔瓦娜说 帕尔瓦娜愉快地点头 欧维打了小球 三岁女孩边说边冲住猫咪点头 她显然认为 对上次不在场的所有人 大概都要进一步解释下 欧维对医院的抵出情绪 猫咪看上去好像不太明白她的意思 但假设那个小丑 跟这个三岁女孩一样招人烦 猫咪倒并不觉得 欧维打人这事有什么负面影响 唯比利诱我可不吃这套 欧维坚决地说并直指帕尔瓦娜 表示讨论到此为止 因此欧维现在坐在了医院门外 猫的表情像在控诉欧维背心弃义 因为她居然让她一路兜根 三岁女孩一起坐在后座上 欧维调整了座位上的报纸 她觉得自己被爽了 帕尔瓦娜说她会处理那个记者的时候 她大概没想明白自己究竟 指望一个怎样的具体结果 当然 她也不会要求帕尔瓦娜 把她变成一团云雾 或者一产子把她抡倒 再拖到沙漠里埋了 但事实上帕尔瓦娜打开车库门后 递给记者一张名片并告诉她 给我打电话 我们聊聊欧维的事 这算是哪门子处理 说实话 欧维觉得这样处理不了任何事情 但为时已晚 她现在还是等在了医院门口 一周之内第三次 真要命 这不是威逼利诱是什么 另外还有这只猫 在欧维身边送上埋怨的眼神 这眼神中 总有些东西让欧维不由的 想起索雅曾经看住她的样子 他们不会来接鲁尼的 他们说会来丹瓦里的过程 起码得花上几年 欧维对猫说 或许她是在对索尼尔说 或许是对她自己 她也不知道 至少你别再这么过影自怜了 要不是我 你就去和那个小伙子住一块儿了 这样的话 你仅有的那节尾巴也剩不了多少了 想想吧你 她历声教训猫 施主转移话题 猫发了个声 被对欧维以睡觉表示抗议 欧维又朝窗外张望了一下 她很清楚 那个三岁女孩根本不过敏 她知道这是胖儿往那边出来的 好让她收留这只猫崽子 她可他妈不是什么老年人 二十三 一个叫欧维的男人 和一辆一去不返的公车 每个人都必须知道 她在为什么奋斗 这显然又是谁说过的话 至少这是索雅曾经 从她的哪本书上读给欧维听的 欧维不记得是哪本这女人 身边总有那么多书 她在西班牙就买了一大包 尽管她连西班牙语都看不懂 我一边学一边读呗 她说 就好像这很正常 欧维说她自己脑子里那些事 还想不过来 哪有功夫去读别的笨蛋 在动什么脑筋 索雅笑着拍拍她的脸颊 知道让欧维无言以对 于是她扛着都快撑破了的书袋子 上了大巴 经过司机的时候 她闻到一股酒味 但她以为在西班牙 大家都这样便客随主便了 她坐在座位上 索雅把她的手 摇在自己肚子上 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感觉到宝宝蹬腿 然后她起身上厕所 走到中途大巴颠簸起来 蹭上了高速路边的护栏之后 突然一阵寂静 就像时间自己深吸了一口气 接着玻璃炸得四分五裂 金属把无情的司教扭曲 背后的汽车猛烈地撞了上来 所有那些尖叫她永远不会忘记 欧为翻滚着纸机的肚子仙住的 她惊恐地眨着眼 在一堆喧闹的躯体中寻找她的踪影 但她不见了 她挣扎着向前 顾不上头顶抱一般落下的玻璃碎片 但就像被隐形的野兽困住了一般 就好像恶魔伸出魔爪一把将她强摁在地上 予以无情羞辱 在她有生之年的每一个夜晚 这种感觉与她形影不离 彻底地无助 第一周她每时每刻都坐在她的床边 直到护士坚决地用手强行拉她去洗澡更衣 所到之处 人们都对她投来怜悯的 目光并送上同情的慰藉 一个医生又冷漠而专业的语气高 So always做好她再也不会苏醒的准备 Alway把这个医生推出了门 一扇紧锁的门 她还没有死 别搞得像她已经死了一样 Alway在走廊里咆哮 之后医院里再也没人敢这样跟她说话 第十天 电台里说这是几十年来最糟糕的暴风雨天气 烂着窗外风雨佳佳的响动 索雅的眼睛艰难地睁开一条西风看见Alway后 她把手伸向她把手指钻进她的掌心 然后她又睡了一整夜 醒来的时候她请求护士告诉她发生的一切 但Alway坚持认为应该由她来说 她用省住的嗓音对她讲述事情的起因经过 自始至终抚摸住她的双手 就像他们非常非常冰冷她告诉她司机如何一身酒气 大巴如何蹭上护栏后面的车如何撞上来 橡胶燃烧的味道震耳欲聋的撞击 还有那个从不曾来临的孩子 她哭了 一种久远的难以未见的痛哭钻刺住 撕扯着他们的内心 久久不息 时间 悲壮和愤闷交织着 凝聚成一片更漫长的黑暗 此时此刻Alway知道 她永远不会原谅自己当时 没坐在座位上守护住他们 她知道这种痛苦将在心里永存 但如果让黑暗赢了这场战争 她也就不再是锁眼了 一天早上Alway也不知道是意外后的哪一天 她简单明确地表示想接受物理康复治疗 她的每一个动作都牵动着Alway 就像她自己的脊椎如困兽般在尖叫 她把自己弱小的头靠在她的胸口 低声说不管忙着生存还是死亡 Alway 我们都必须继续走下去 于是他们就这么做了 几个月里 Alway见到了不计其数的穿白衬衫的人 他们坐在各种有关部门的浅色木质办公桌背后 好像有无尽的时间来指导 Alway为了各种目的填写各种表格 却没有时间讨论帮助索雅尽快康复的实际措施 某个政府机关派了个女人到医院来 匆匆忙忙地解释 说可以安排索雅去违类 似情况设立的疗养院 她完全理解Alway难以承受 这样日复一日的艰辛生活 她没有明说但言下之意昭然若揭 她不认为Alway会愿意留守在太太身边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 她一直重复住这句话 并时不时谨慎地冲床头点点头 她对Alway说话的方式 就好像索雅根本不在房间里 Alway这次当然打开了门 但出去的是她 我们只有一个地方要去 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家 我们住的地方 Alway冲着走廊里后 出于极度挫折和愤怒 她朝门外扔了一只索雅的鞋 然后 她不得不出门问那些险些让鞋 杂众的护士有没有看见鞋去哪了 这在她的怒火上又浇了把油 于是意外以后 她第一次听见索雅发出笑声 那种自然流露就像完全无法压抑的可能 就像她被自己的笑声压得直不乐身 她笑啊笑啊 直到那些玉幕散了一墙一地 就像他们打算推翻时空的定律 这让Alway觉得 胸口慢慢从地震后房子的残骸中浮了出来 再次为她的心跳提供了空间 她回到排屋的家中改造了整个厨房 百旧的操作台拆掉新装了更矮的 她甚至搞到了一个特殊的灶台 并重修了所有门框 又在每道门槛前安装了坡道 出院之后的第二天 索雅就回到了她的师范学院 第二年春季她参加了毕业考试 报纸上登了一则教师职位招聘启示 那个单位是城里最声名狼藉的学校那些班级 任何正规教育出身并且脑子上 各个零部件都正确安装了的老师 都不会主动起因接管 那是在都动症这个名词发明之前的多动症化而办 这些男孩和女孩完全没有希望 校长本人在面试上疲惫地承认 这不是教学而是收容 索雅理解这种心情 该职位只收到一份申请 她让这些男孩和女孩读起了莎士比亚 期间欧尾总是憋着买枪的怒火 索雅偶尔不得不请她夜晚离家片刻 以免破坏家具 看住她双肩背负着摧毁的欲望 总让她感到无尽痛苦 她想摧毁那个司机那家旅行社 高速公路边的护栏酿酒师 所有的一切 一拳又一拳直到所有的混蛋倒地 这就是她的欲望 她把愤怒发泄在储藏室里 发泄在车库里 磨洒在小区巡逻沿途的地面上 但这还不够 最后她开始把愤怒发泄在写信上 她给西班牙政府写信 给瑞典政府、警察、法院写信 但没人愿意承担责任 没人关心 他们的回答只是照办规章制度 或推卸给其他政府职能部门 一副事不关己的姿态 当政府拒绝改建索雅所在学校的楼梯时 恩维写信申诉了几个月 她投诉到报社尝试起诉 作为一个被剥夺父亲身份的人 她把所有仇恨都切切实实地迁怒于那些人 但所到之处 她总在穿白衬衫 表情严峻而自以为是的那些人跟前碰壁 他们不可以是 他们不仅有国家撑腰 他们就是国家 最后一次申诉遭遇驳回 之后再也无门上诉 抗争到此为止 因为这是那些白衬衫的决定 而欧维永远不会原谅他们 欧维做的一切索雅都看在眼里 她知道她的苦衷 所以就任由她去抗争 去愤怒 让所有的怨恨 以某种方式在某个地方找到出口 但某个五月的夏夜傍晚 空气里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圣像模样 她来到她身边 轮椅在身后的地板上留下浅浅印记 她坐在厨房桌边写信 她从她手里拿走了钢笔 打手滑向她把手指钻进她粗糙的掌心 又将额头轻柔地靠在她的胸口 够了欧维 别再写信了家里的生活 装不下你这些信了 接着她抬起头 小心翼翼地用手抚摸住她的脸颊笑了 够了亲爱的欧维 欧维照办了 第二天早上欧维在黎明时分起床 开着萨博来到她的学校 亲手为她建造了政府拒绝修建的残疾人坡道 之后在欧维记忆中每个晚上回家后 她都要瞪着染买热情的双眼 给她讲那些男孩女孩的事 他们由警察护送来上课 下课离开时已经可以背诵400年前的古诗 他们让她落泪也让她欢笑 让她的歌声在夜晚的排屋四壁间回荡 欧维从来搞不懂这些满嘴破去的小无赖 这她承认 但为了他们对索雅所作的一切 她发自内心地喜欢他们 每个人都必须知道她在为什么奋斗 他们这么说 她为了一切的美好而奋斗 为了她从未降生的孩子 而欧维为了她而奋斗 因为这世界上只有她值得她去奋斗 34 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和一个用彩笔画画的小屁孩 从医院出发时 欧维这辆萨博里塞满了人 她时不时偏一眼油表 就好像担心她会蹦跶出来 为她跳上一段笔移的舞蹈 后视镜里 她看到帕尔瓦娜若无其事的 把纸和彩色蜡笔递给三岁女孩 她一定得在车里画吗 欧维问 那你宁可让她无聊到去研究 怎么把你坐垫的心子拆出来 帕尔瓦娜心平气和地说 欧维没有回答 只是从后视镜里瞅了三岁女孩一眼 她正宠帕尔瓦娜膝盖上的 猫灰捂着一只硕大的紫色蜡笔 嚷嚷着发发画画 猫咪时刻警惕坚决不打算成为她的画布 帕特里克坐在他们身边 为了给她裹着石膏的小腿找个舒适的位置 她动来动去 最后塞在了前排座椅中间的扶手处 真不容易 因为她非常害怕一不小心就从欧维 给她的石膏腿垫的报纸上翻下来 三岁女孩掉了一只彩色蜡笔 闻到了几米座的副驾驶座下 她居然俯下身子从跟前的垫子上把它捡了起来 对她的身材来说 这个动作绝对算得上奥运级难度的杂技了 她拿着笔端详了几秒钟嘴角一翘 冲帕特里克抬起的腿转过身 在石膏上画了个大大的笑脸 三岁女孩笑得前仰后合 你也打算开始涂鸦了 欧维说 好好玩有没有 几米咧嘴笑举起手打算跟欧维击个掌 欧维瞪了她一眼 在她得逞之前 打手放了下来 哇塞 不好意思了 我忍不住啊 几米说着略显羞涩的伸手把蜡笔还给帕尔瓦纳 她把手伸进口袋 掏出一个和成年人手掌一般大的手机 开始忙住在屏幕上疯狂舞动起手指来 猫是谁的 帕特里克在后座上问 欧维的咪咪 三岁女孩一口咬定 不 是 欧维立马反对 她看到帕尔瓦纳在后视镜里冲她爷爷的笑 是就是呗 她说 不是就不是吗 欧维说 她笑了 帕特里克一脸困惑 她拍拍她的膝盖 别理欧维 就是她的猫 猫抬起头想提听这边叽叽喳喳都在吵什么 但好像最终觉得这一切都索然无味 又搜回帕尔瓦纳的膝盖上 准确地说又搜回到她的肚子上 不把她送哪儿去吗 帕特里克一边研究太太膝盖上的猫 一边问 猫抬起头轻轻发出唬声作为回答 送是什么意思 欧维打断她的话 就是送去动物收容所什么的 帕特里克话说一半 就要遭遇了欧维的喝止 至而没人去什么该死的收容所 这个话题就讨论到这儿了 帕特里克硬撑着老脸 帕尔往那忍住不笑崩 他们俩都不怎么好受 我们可不可以在哪里停车吃点东西 我饿惨了 吉米插嘴道她在座位上挪了挪身子 整辆萨伯都摇换起来 欧维扫尸了一圈身边这群人 感觉自己被绑架到了平行宇宙 有那么一刻她考虑要不要前翠向路边撞过去 但马上意识到最倒霉的情况是 死后她可能要忍受和这一大群人作伴 醒悟之后她开始减速 与前车拉开一段安全距离 吁吁 三岁女孩喊 我们能停车吗 欧维 那赛宁要小便 帕尔往那喊 就好像萨伯的后座和前座之间隔两百米 好呀 那我们是不是也能同时吃点东西 吉米热切地点头 好呀 就这么定了 我也要小便 帕尔往那说 麦当劳有厕所 吉米帮助出主意 麦当劳停好就停那儿 帕尔往那点头 就不给停 欧维坚定地说 帕尔往那在后视镜里瞪她 欧维大眼瞪回去 十分钟后她把萨伯停在麦当劳门外 等着那一大帮人连猫都跟进去了 这个叛徒 帕尔往那出来敲敲欧维的车窗 你真的什么都不要 她温柔地说 欧维点头她看上去有些泄气 她又把窗摇上 她绕到车的另一边 坐到副驾驶座上 谢谢你为我们停车 她笑道 没事 欧维说 她吃着薯条 欧维伸出手在她面前的地板上又垫了些报纸 她笑起来 她搞不懂她笑什么 我需要你的帮助 欧维 她突然开口说 欧维看上去一点也不激动 我想让你帮我考驾照 她又说 你说什么呢 欧维万以为自己听错了 她怂怂肩 怕特里克得绑几个月时高不是吗 我得考驾照好 开车接送小丫头们 我想你能带我练车 欧维完全摸不住头脑以至于都忘了嚷嚷 你真的没有驾照 没有 你不是在开玩笑 不是 你的驾照是不是被吊销了 没有 我从来就没有驾照 欧维的脑子似乎需要点时间来消化 这条对她来说完全难以理解的信息 你做什么工作 她问 这有什么关系 她回答 怎么没关系 我做房地产销售 欧维点头 还没有驾照 没有 帕尔瓦娜在后视镜里瞪她欧维大眼瞪回去 十分钟后她把萨伯停在麦当劳门外 等着那一大帮人连猫都跟进去了 这个叛徒 帕尔瓦娜出来敲敲欧维的车窗 你真的什么都不要 她温柔地说 欧维点头她看上去有些泄气 她又把窗摇上她绕到车的另一边 坐到副驾驶座上 谢谢你为我们停车 她笑道 没事 欧维说 她吃着薯条 欧维伸出手在她面前的地板上又垫了些报纸 她笑起来 她搞不懂她笑什么 我需要你的帮助欧维 她突然开口说 欧维看上去一点也不激动 我想让你帮我考驾照 她又说 你说什么呢 欧维万以为自己听错了 她怂怂肩 怕她离课得绑几个月时钢不是吗 我得考驾照好 开车接送小丫头们 我想你能带我练车 欧维完全摸不住头脑 以至于都忘了嚷嚷 你真的没有驾照 没有 你不是在开玩笑 不是 你的驾照是不是被吊销了 没有 我从来就没有驾照 欧维的脑子似乎需要点时间来消化 这条对她来说完全难以理解的信息 你做什么工作 她问 这有什么关系 她回答 怎么没关系 我做房地产销售 欧维点头 还没有驾照 没有 欧维忧郁地摇摇头 似乎把这件事上升到了座位 一个人没有任何责任心的高度 帕尔瓦娜又发出了那种惹人烦心的浅笑声 一手钻井空了的薯条纸袋打开车门 听着欧维 你真的希望别的什么人在住宅区里教我开车吗 她下车走向垃圾箱 欧维没有回答只是哼了一声 吉米出现在门口 我能在车里吃吗 她说着一块肌肉从嘴角冒出来 欧维第一反应是不行 但这样他们可能永远走不了了 于是她钱催在副驾驶座和地板上铺上更多报纸 就像要把那时重新粉摔一遍 你就快进来吧 我们还得回家呢 她嚷了一声冲吉米做了个手势 吉米愉快地点头 她的手机叮当响了起来 别让她叮当了这儿又不是游戏厅 欧维边说边发动汽车 哇塞不好意思是公司一直发消息过来了 吉米说着一只手端稳吃的 另一只手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这么说你有工作呀 欧维说 吉米激动地点头 我给iPhone手机写应用 欧维没什么要接着问的了 车里相对静默了十分钟 直到他们驶进欧维车库前的停车场 欧维把车停在自行车棚跟前挂上空档 没有熄火 同时朝他的乘客们泡了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好吧没问题欧维 帕特里克可以从这儿主拐杖走 你就别操心了 帕尔瓦娜毫不隐藏嘲讽的口气 欧维透过玻璃指向如今有些歪歪扭扭的标牌 上面写着社区内禁止车辆通行 社区内禁止车辆通行 没问题欧维谢谢你开车送我们 帕特里克夹在他们中间急忙出面握旋 他拖着榜实高的腿挤出车后座 与此同时 吉米沾着一T恤的汉堡包调料挤出前座 帕尔瓦娜从座位上抱起三岁女孩放到地上 女孩手里挥着什么东西 嘴里高声胡言乱语 帕尔瓦娜点头表示理解回到车旁 从前门探镜头来递给欧维一张纸 什么东西 欧维问完全没有要接过来的意思 是纳萨宁的画 我要他做什么 他画的是你 帕尔瓦娜回答道把画往他手里一塞 欧维老大不情愿地看看纸上面买睡条条杠杠 那是吉米那个是猫咪 那边是帕特里克和我这个是你 帕尔瓦娜解释 他说到最后指着画中央的一个轮廓 其他人在纸上都是黑白的 但中间那一团简直就是颜色炸开了锅 黄色 红色 蓝色 绿色 橙色还有紫色 翻滚在一堆 他知道你最有意思 所以总是把你画成彩色的 帕尔瓦娜说 随后他关上副驾驶的门走开了 好几秒钟后欧维才反应过来 冲着他的背影喊道 什么叫总是 你说他总是画我是他妈什么意思 但那一大帮子人已经朝房子走去 欧维美好气地理了理副驾驶桌上的报纸 猫咪从后座上爬过来惬意地往上一躺 欧维把萨伯倒进车库关上闸门关上空档 也不熄火 感受着废气慢慢地充满车库 若有所思地瞥了一眼墙上的塑料软管 有那么几分钟 只听见猫咪喘气的声音和发动机有节奏的刻板 其实坐在这儿等待那些不可避免的事物 会很容易 欧维意识到这才符合逻辑 他已经期待了很久 终结 他如此思念他 以至于几乎无法承受仍然待在自己的躯体里 这才是理智的决定 坐在这儿等废气把他和猫咪哄睡住 待他们迎接终结 但他看看猫咪关掉发动机 第二天早晨他们在颤一刻六点的时候起床 喝咖啡吃吞拿鱼 完成巡逻之后 欧维在自己家门外产了几下血 之后他站在自己的储藏室门口倚着血产 审视着其余的连排别墅 然后他穿过小路开始缠起别人家门口的血来 25 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和一块波形铁皮 欧维一直等到早餐后 猫咪自觉地出了门 去解决生理需要 这时候 他从浴室一个柜子的最上方拿下一个塑料瓶子 他用手掂量着就像要把它往哪一扔 轻轻上下晃了几下想要判断里面有多少力 到后来医生给索亚开了那么多止疼片 到现在 他们的浴室看起来还像猛 哥哥伦比亚毒枭的储藏室 欧维其实一点都不喜欢药物 他不信任他们 总是觉得他们唯一的疗效就是心理安慰 所以只对那些意志薄弱的人才有效 但他明白用化学品自杀绝非什么新鲜的方法 再说这个家里多的是化学品 癌症患者家里总是这样 他到现在才想到这点 他听见门外有动静 猫回来早了 站在那儿喵屋见没人给他开门 就开始在门槛上磨爪子就好像他有什么预感 欧维明白他是对他失望了 他也不指望他能理解 他揣测住止疼要过量会是什么感觉 他从来没吸过毒连喝酒都从没醉过哪怕一次 从那不喜欢失去控制的感觉 这些年来 他渐渐明白这正是大部分 普通人喜欢并追求的感觉 但就欧维看来 只有他妈十足的笨蛋才会 把失控作为一种体验来追求 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难受 当身体器官开始衰竭并停止工作的时候 他是会有所感觉还是会麻木地挥睡过去 猫在门外的雪地上哀嚎住 欧维闭上眼睛想着索亚 他并不是那种轻言放弃寻思觅活的人 他可不想让他这样以为 但这其实是他的错是他嫁给了他 如今他不知道没有他的鼻尖底在 他的脖子和肩膀肩该怎么入睡 仅此而已 他拧下瓶盖把药片刀到手掌边缘注视着 就像在等他们变形为杀手机器人 他们就是不肯变 欧维不满意 他不理解这些小白点子怎么可能伤害到他 不管吞多少片 猫听上去再往欧维的门上扔雪球 但响动被另一种声音打断了 犬肺 欧维抬起头静了几秒钟 他听见猫咪痛苦地尖叫起来 又是犬肺 金发美女嚷嚷些什么 欧维站在那儿抓紧洗手持闭上眼睛 好像这样做就可以把声音关在思想之外 做不到 最后他叹了口气站直身体打开瓶带 倒回那些药片 下楼梯穿过客厅时顺手把药瓶放在了窗框上 透过窗户他看见金发美女站在两庄房子之间 他瞅准目标朝猫咪冲了过去 欧维打开门那一刹那 正赶上他全力想朝小畜生头上飞一脚 说时迟那时快猫咪一低头 恰躲过他盲刺般的鞋跟 赶紧朝欧维的储藏室撤退 美女的雪地靴耗得那叫一个惨烈 口水在脸盘周围飞溅跟染了光泉病似的 他的嘴角有些毛皮 欧维意识到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不戴墨镜的美女 恶意在那双鼻眼中闪烁他摆开架时 打算再来上一脚 但就在这时看见了欧维 动作将在中途 他的下嘴唇因气氛颤抖不止 我要枪毙了那玩意啊 他指着猫破口骂道 欧维非常缓慢地摇摇头 眼睛仍牢牢瞪着他 他吞了口唾沫 他那好似时必凿旧的脸上流露出的猛 种神情让他那杀气腾腾的字符慢慢退散 那是只该该死的野猫他该该死 他抓了王子 他结巴道 欧维什么都没说 但他的眼神阴神下来 最后甚至连那狗都开始退却起来 过来王子 美女低声说拽了一把狗链 狗立即转过身去 美女又眼角瞥了欧维最后一眼 消失在轨角处 就好像欧维用目光在背后推住他 欧维站在原地喘大气 他把紧握的拳头放到胸口 感觉心脏失控地碰动着 短促地哼了一声 他看看猫猫也看看他 他的侧面多了处腥伤皮毛又沾上了血 九条命不够你用呀 欧维说 猫甜甜爪子 一副我才不是那种整天宿命的猫的表情 欧维点点头朝边上让了一步 进来吧 猫跨过门槛 欧维关上门 他站在客厅中央 到处都是索雅注视着他的目光 其实 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 他把他的照片挂得到处都是 他在厨房操作台上门厅的墙上楼梯中途 他在客厅的窗台上 就在猫咪现在跳上去坐下的地方 他歪住头看住欧维 只一爪子就把药瓶拍在了地上 欧维把他捡起来猫看住他 就像随时在高呼 我抗议 欧维穿一串踢脚线转身走到客厅 把药瓶放进一个柜子 然后他煮上咖啡给猫倒上一碗水 他们沈默地喝着 你真他妈是只顽固的猫 欧维最后说 猫没有搭枪 欧维拾起空碗放到水池里的咖啡杯边 他双手插腰 若有所思地站了一会儿 然后转身朝门厅走去 跟上呀他头有不回的对猫说 我们让那个蠢货转着脑子 欧维穿上那件蓝色冬气外套踏上木鸡 让猫先从门缝里钻了出去 他看看门厅墙壁上索雅的照片 他冲他笑 死或许也没那么重要 再等个把小时无妨 欧维心想然后跟上猫咪 门过了好几分钟才开 在所转动之前屋里一阵漫长的稀疏声 就像一个幽灵拖住省重的镣铐穿过房间 然后门开了鲁尼站在那里望着欧维和猫 眼神空洞 你家有波形铁皮吗 欧维也不寒暄开门见山地问 鲁尼专心致志地看了他几秒钟 就像头脑正与什么外部干扰 奋力斗争以便抢挤出一片记忆来 铁皮 他自言自语道 就像要把这个词咀嚼一遍似的 恰似如梦出行的人在努力回忆着梦境 对铁皮 欧维点头 鲁尼看住他就像能直直地看穿他似的 一双闪住光芒的眼镜像新打了那的引擎盖 他受血而勾勒胡子灰得几乎发白 他曾经是个魁梧且有几分威严的家伙 如今已是衣衫蓝绿 他老了非常非常老 这一点对欧维的打击难以估量 鲁尼的视线犹疑了片刻嘴角突然抽动了一下 欧维 他开口道 反正不是什么叫黄 欧维回答 鲁尼脸上那堆松弛的皮肤下 突然绽放出茫然的微笑 这两个男人曾经维持着这类男人 所能拥有的最亲密的朋友关系 他们注视着彼此 一个绝绝地一望过去 另一个根本想不起来 你看上去老了 欧维说 鲁尼微笑 里面传来安妮塔焦虑的声音 下一刻 他就踩着恼人的步子向门口冲了过来 门口有人吗 鲁尼 你在那干嘛 他惊恐地喊从门缝里探出头来 看见了欧维 哦 你好欧维 他说急忙停下脚步 欧维手插口袋站在那 猫站在他身边要是他有口袋或者手 看上去也想把手插进口袋 安妮塔焦响而灰暗 他穿着灰色的裤子和灰色的针织衫 还有灰色的头发和灰色的皮肤 他匆忙地擦拭了眼角抹去伤痛 但欧维分明看到他那红肿的眼睛 他就像他们那带女人一样 每天早晨在门廊中倔强的 用一把条肘扫进屋里的忧伤 他温柔地扶住鲁尼的肩膀 带他到客厅窗前的轮椅那 你好欧维 他回到门口友好却不无惊讶地重复了一遍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他问 你们家有波形铁皮吗 他问 他看上去一脸茫然 不形铁皮 他念叨住就好像铁皮很无能似的 欧维深深叹了口气 是波形铁皮 安妮塔的茫然不减半分 我应该有这东西吗 鲁尼的储藏室里保证有 欧维说着伸出手 安妮塔点点头 从墙上取下储藏室钥匙交到欧维手上 波形铁皮 他又说了一遍 是的 欧维说 但我们没有铁皮屋顶呀 跟那有什么关系 安妮塔点点头又摇摇头 啊哈 没有 大概没有关系 大家都有些铁皮的 欧维说就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安妮塔点点头 那样子 就像终于承认波形铁皮实际上就是人人储藏室 里都会有的那么一点以备不时之需的东西 那你自己怎么没有这种铁皮 他试着问显然只是为了让谈话进行下去 我的用完了 欧维说 安妮塔点头表示理解 就像在认可一个没有铁皮屋顶的人毫不费 竟就把波形铁皮用完了这件事一点都不奇怪 一分钟之后 欧维得意的摘着一块巨大 离波形铁皮出现在门栏外 那铁皮跟客厅用的地毯差不多大 安妮塔根本搞不明白 这么大一块铁皮是怎么在它 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塞进储藏室的 我说吧 欧维点住头地毁钥匙 是啊 是你说的 安妮塔觉着总得表示一下肯定 欧维朝窗口张望鲁尼回望过来 正当安妮塔转身准备进屋的时候鲁尼又笑了 举起手轻轻挥了挥 就像此时此刻就这一秒钟 她完全知道欧维是谁她来干什么 欧维导弄出一种在瓷砖地板 上托钢琴的时候会发出的声音 安妮塔迟疑地停下脚步转过身 社保部门的人又来过了 他们要把鲁尼从我这带走 她头也不抬地说 她念出丈夫名字的时候嗓音像前噪的报纸 欧维用手指摆弄着铁皮 他们说以她的病和身体状况我照顾不了 必须把她送去疗养院 她说 欧维继续摆弄铁皮 要是我把她留在养老院里她会死欧维 你知道的 她喃喃道 欧维点点头 瞪着洞在两块地砖之间的一小结烟地 眼角的渔关中 她看到安妮塔好像往一侧亲切倚靠住 索雅几年前解释过这是骨盆手术的结果 她记得 现在她的手也开始颤抖起来 多发性硬化症第一阶段索雅解释过 几年之后鲁尼也得上了老年痴呆症 你家小子不能回来打把手吗 她低声嘟囔道 安妮塔抬起头遇见她的目光后宽容地笑了 约翰 哎 她不是住在美国吗 你知道的 她自古不暇呢 你知道年轻人什么样 欧维没有回答 安妮塔说到美国 就好像她那自私的儿子飞去的是天堂 鲁尼生病以后 欧维就没有在这条街上看见过那小子 现在该是成年人了 却没有时间照顾父母 安妮塔抽搐了一下 就好像她突然意识到自己 在做一件非常不道德的事 她抱歉地对欧维笑道 对不起欧维不应该这么牢道 耽误你时间了 她回到屋里 欧维手里拿着铁皮和猫一起留在原地 门河上的时候 她自言自语般地说了句什么 安妮塔惊讶地转过身 从门缝中再次探出头来看住她 你说什么 欧维扭了一下身子 没有抬眼去迎她的目光 她转身迈不离开 言语就像不由自主地蹦出来似的 我说要是你那该死的暖气片再出问题 尽管拉岸我的门里猫和我都在家 安妮塔布满皱纹的脸露出惊讶的笑容来 她朝门外迈出半步 看上去就像还有话要说 或许是关于索雅 比如她对她最好的朋友有多么深深的思念 她多怀念差不多将近40年以前他们刚 刚搬来这个小区14个人在一起的时光 她甚至怀念鲁尼和欧维之间的争执 但欧维已经在轨角处消失了 欧维和猫回到储藏室 取出萨伯的备用电池和两把大金属钱 然后她把那片大铁皮铺在 储藏室和房子之间的地上 仔细地在上面盖上一层雪 她站在猫身边 仔细检验了自己的杰作好一会儿 一个完美的陷阱隐藏在冰雪下通电待命 看上去是非常合情理的抱负 下次那个美女再牵着狗仔子来欧维这边地上撒尿 就会尿在这块通了电的铁皮上 到时候看看他们到底会觉得这多有趣 欧维想 得好好他妈电她一回 她仔细跟猫咪讲解道 猫歪住脑袋打量着铁皮 就像一道闪电机中尿道 欧维说 猫忘了她很久像在说 你不是当真的吧 欧维把手插进兜里摇摇头 不行不行 她叹了口气 他们什么的站在那儿 当然不行 欧维又说了一遍挠挠自己的下巴 接着她收起电池 钳子和铁皮 把他们塞进车库 她并不觉得美女和狗仔子不该遭到电击的报应 而是完全活该 但她意识到很久以前 有人提醒过她好心前坏事和存心前坏事的区别 但这个主意真他妈不赖吧 回家的时候她对猫说 猫一点都没有认同的意思 你肯定觉得通了电也不管用 真管用 我试过 这你得承认 欧维在她身后嚷嚷 猫走进客厅 那肢体语言像在明确表示 承认承认 肯定管用 然后他们共进午餐 26 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和一个 再也没人会修自行车的社会 索雅并非不鼓励欧维交朋友 她时不时都会试一下 但欧维总是一口有定 她从来都不怎么坚决 从来不就此唠叨 而唠叨才是她最深的爱意表达 许多人会觉得和欣赏孤独的人生活在一起很困难 这会弄得那些自己无法忍受孤独的人很不舒服 但索雅不怎么抱怨 你是什么呀 我照单全收 她总是这么说 说到做到 但这并不妨碍那些年她为欧维和 鲁宁之间类似友谊的关系而感到高兴 他们之间也并没有太多交流 鲁宁话很少 欧维几乎不说话 但索雅也不笨 她理解哪怕欧维这样的男人 有时候也会需要人说说话 她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人了 很久 我赢了 听到信箱砰的一声欧维简短地说 猫从窗台上跳到客厅里走进厨房 说不起 欧维心里想着朝大门走去 她已经有些年头 为货人打赌信会什么时候到了 她曾在暑假里和鲁宁赌过因为经常赌 他们甚至创造了一套复杂的边缘界定系统 一半分钟为单位决定谁更接近 那时候信总是十二点到 确实需要精确地界定来判断谁猜得更准 现在当然不能同人而语 如今信总是在午后到来任何时间都有可能 送信的邮递员总是随心所欲 就好像收到信的人都应该心存感激似的 欧维和鲁尼绝交之后打算跟索雅堵 但她搞不懂规则 她只得作罢 门外小伙子的上半身柔软地向后一仰 躲开欧维猛然打开的门 欧维惊讶地看住她 她穿住邮递员的制服 啊 哈 欧维问 小伙子看上去并不打算回答 她递上一份报纸和一封信 欧维首先注意到 这人和她前几天在储藏市边因为自行 车而与之争执的小伙子是同一个人 小伙子说她要修车 但欧维知道是怎么回事 对这帮小无赖来说 修车的意思等同于偷车上网卖掉 就是这么回事 认出欧维后 小伙子看上去可能还不如对方来精神 就像个不知道该把菜端给你 还是回厨房往盘子里再吐一口口水的服务员 她警惕地看住欧维看看新河报纸 又看看欧维 然后她终于又把他们交了出来 含糊地说了个给字欧维伸手一接 两眼紧盯着小无赖不放 你的信箱别了 所以我想还是直接给你送上门 小伙子说 她冲那一打铁皮点点头 再不 会挂拖斗倒车的盲流撞上她之前 那曾是欧维的信箱 又冲 欧维手中的信和报纸点点头 欧维低头看了一眼是份地方报纸 就是那种即使你清楚表明不感冒 还是照样会发到你手上的免费报纸 肯定是什么广告 欧维认为 尽管信封上它的名字和地址是手写的 但也一定只是典型的宣传伎俩 她让你感觉像是熟人写的可心一打开 你就立马成了市场营销的牺牲品 欧维可不吃这一套 小伙子站在那儿坠坠不安地低着头 像在压抑自己开口说话的欲望 还有什么事 欧维问 小伙子伸手捋了捋后青春期油腻的额发 爱我去 我只是想问你是不是有个叫索雅的太太 她对住雪地挤出这句话 欧维一脸疑惑小伙子直指信封 我看到你的姓了 我有个老师也用这个姓 只是问一声 我去 小伙子看上去很后悔说出这番话来 原地转身打算离开 欧维咳嗽了一声踢踢门槛 是 是的 很可能就是我太太 瑟雅怎么了 小伙子停在吉米开外处 爱我去 我挺喜欢她的 只是想说这个 我你知道步步怎么会看书写字什么的 欧维想回答还真看不出来但忍住了 小伙子有些尴尬用手捋了捋头发 像是在脑子里找合适的词 他是唯一一个没有把我当白痴的老师 他嘀咕到嗓子里有些哽咽 他让我读了 那谁莎士比亚你知道不 我根本不知道我能读下来 是他让我读了那么厚的书 听说他死了真他妈难受你知道不 欧维没有回答 小伙子低头怂怂肩 就这些 他沈默起来 然后两个男人一个59岁一个十几岁 隔住吉米的距离各自踹着积雪 就像互相踹着一段记忆 关于一个女人的记忆 他总是坚信某些人身上存在着 连他们自己都发觉不了的前置 两人都不知道该拿这段共同的经历如何是好 你要把那自行车怎么样 欧维最后开口道 我答应帮我留学好来住 他住在那儿 小伙子回答 并冲远处那庄房子拱了一下脖子 就是安妮坦和鲁尼对面那庄 那几个垃圾分类爱好者不在 泰国或别的什么地方度假时 就住那儿 其实你知道不 他还不是我妞但我想让他做我妞 就这意思 欧维打量着小伙子 那眼神就跟所有中年人打量那些他们 认为是在那儿乱编语法的年轻人是一个样 那你有工具吗 他问 小伙子摇摇头 没工具怎么修自行车呀 欧维脱口而出震惊多于愤慨 小伙子怂怂肩 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答应修车 小伙子踹一脚血惭愧地用整只手挠脸 因为我喜欢他 欧维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这句话 于是把地方报纸核心卷成一根 棍子在一只手的掌心拍打起来 他在那儿站了好一会儿 完全省静在这单调的动作中 我得走了 小伙子哼哼一句声 小得几乎听不见 又企图转身离开 下班后过来吧 我把自行车取出来给你 欧维也不知道话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就像他在大声地想 但你得自己带工具 他加了一句 小伙子笑了起来 当真吗 火计 欧维仍然漫不经心地拍打着纸棍子 小伙子咽了口唾沫 哎 你知道不我的意思是真的吗 我你知道不其实 我去我今天还不能来拿 我还得打第二份工 但明天火计 我明天那啥可以来拿 欧维稍稍歪着头 就好像刚才的话都是某个卡通人物说出来的 小伙子深吸一口气振作精神 明天我再来成步 他问 第二份是什么工 欧维问 就好像他刚在智力问答决赛 中得到了一个不完整的答案 我晚上和周末在一家咖啡馆上班 小伙子说眼里充满了刚刚获得的希望 他有可能挽救一段幻想中的恋情 但对方却毫不知情 这种幻想也只属于一个头发油腻的后青春期少年 咖啡馆里有工具 我带来修车 小伙子激动地说 两份工作 一份不够吗 欧维说着 用纸棍子指着小伙子制服胸口的邮政徽章 我在存钱 小伙子回答 存钱干嘛 买车 欧维注意到他说车子的时候 挺了挺身子 欧维迟疑片刻 只供缓慢而坚定地再次落入掌心 什么车 我看上一辆雷诺 小伙子高兴地宣布身板挺得更直了一些 两个人周围的空气停止了 百分之一次左右呼吸的时间 这种时刻气氛总是这样 如果这是电影里的一个镜头 摄像机很可能会在欧维终于忍不住 发脾气之前绕着他来个360度大回旋 雷诺 这他妈可是法国牌子 你他妈怎么会想去买法国车 小伙子看上去想回答点什么 但他插不上嘴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欧维摇晃着上半身 就像要摆脱一只顽固的黄蜂 老天爷呀小毛孩 你对车一窍不通吗 小伙子点点头 欧维深深叹口气扶住自己的前额 就像偏头痛突然来袭 没车你怎么把自行车运到咖啡馆去 他最后说声调里有些忧伤 我还 没想过 小伙子说 欧维摇摇头 雷诺 真的假的 欧维又问了一遍 小伙子点点头 欧维受挫得揉揉眼睛 你上班的那个干死的咖啡馆叫什么名字 他嘀咕道 二十分钟以后 帕尔瓦那惊讶地打开自己的大门 欧维站在门外 煞有介事地拍打着手中的纸棍子 你有那种绿色牌子吗 什么 练车的时候必须装个那种绿色的牌子 你到底有没有 他点头 有有我有 但是 我两个小时以后来接你开我的车 不等他回答 欧维就转身大踏步回到小路上 二十七 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和一场驾车练习 他们住在这片连排别墅住宅区的四十年里 时不时有些不识相的新邻居 都胆跑来问索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欧维和 鲁尼之间产生了那么深的隔阂 为什么两个老朋友忽然之间反目成仇 索亚总是会非常冷静地说 其实一点都不复杂 事情很简单 两个男人携家带口搬进各自房子的时候 欧维开萨博96鲁尼开沃尔沃244 几年后欧维买了一辆萨博95鲁尼买了一辆沃尔沃245 三年以后欧维买了一辆萨博900 而鲁尼买了辆沃尔沃265 接下来的十年里欧维又买过两辆萨博900 然后就是一辆萨博9000 鲁尼又买了一辆沃尔沃265 之后是一辆沃尔沃745 但几年后 他又回归轿车车型搞了一辆沃尔沃740 就这样欧维又买了一辆萨博9000 而鲁尼则转头沃尔沃760 在这之后 欧维又搞了一辆萨博9000 而鲁尼换成了涡轮增压的沃尔沃760 然后有一天欧维去车行转了一圈 看看新发售的车型萨博93 到晚他回家以后就得知鲁尼买了一辆宝马 一辆宝马 欧维冲索雅吼道 跟一个买宝马的人他妈怎么讲道理 啊 这很可能不是两个男人闹翻的全部理由 索雅总这么解释 能理解的人自然理解 不理解的也就没有必要再解释下去了 大多数人当然永远不会理解 欧维总是这么认为 反正大家对什么事忠诚也已经一无所知 如今车只不过是一种交通工具 而道路只是两点之间乱七八糟的连接线 欧维切以为这就是交通一团糟的原因 要是人们稍微担心一下自己的车 就不会开得跟脑子有病似的了 他眼见帕尔瓦娜把它铺在 座位上的报纸推开的时候 心里这么想 他不得不把驾驶座推到最后 才把自己怀孕的肚皮挤上车 然后又把座位拉到最前端才够到方向盘 驾车练习开始并不顺利 或者说的更准确一些 一开始 帕尔瓦娜打算手拿一罐汽水上车 这个太不应该了 然后 他开始调欧维的电台来找个有意思的频道 这个也不太应该 欧维从地上捡起报纸 在手里卷成纸棍 开始紧张地在掌心拍打起来 像是激情版的剪压球运动 他握住方向盘 就像瞪着个新生儿一样瞪着一表盘 我们怎么开始 终于答应浇出汽水之后 他激动地高呼 欧维叹了口气 猫坐在后座上 看上去就像急切地渴望知道怎么把安全带 踩住离合器 欧维没好气地说 帕尔瓦娜在座位周围张望了一圈 就像在找什么东西 然后他满脸堆笑地看看欧维 哪个是离合器 欧维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哦 老天爷你不会不知道吧 他又在座位周围张了一圈 转身朝向靠背上安全带的插口 就好像他能在那找到离合器 欧维辅住额头 帕尔瓦娜的表情一下子阴神起来 我不是跟你说我要考自动挡的驾照吗 为什么逼我开你的车 因为你得考个正经的驾照 欧维还嘴 把正经两字念得就好像 自动挡驾照根本不是驾照 而自动挡的车也根本不是车一样 别冲我嚷嚷 帕尔瓦娜嚷嚷道 我没嚷嚷 欧维嚷了回去 猫在后座上缩成一团 显然不想掺和进来 帕尔瓦娜双臂一插板住脸冲窗外白眼 欧维又开始有节奏地在掌心反复敲打着纸棍 最左边的踏板是离合器 他终于没好气地说道 再一口气吸得太深 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一会儿 在接着喘气之后 他继续说 中间那个是刹车 最右边是油门 你慢慢抬起离合器直到车子启动加油 松离合走起 帕尔瓦娜显然把这话当成是道歉 于是点点头 振作精神摆住方向盘发动汽车 照他的话做起来 萨伯猛地向前一冲砍了一下 然后咆哮一声朝访客停车场扎了过去 差那么一毫就静止撞上了另一辆车 欧维拉住手刹 帕尔瓦娜松开方向盘 惊声尖叫着用双手捂住眼睛 直到萨伯终于猛烈地晃动着急停下来 欧维大喘粗气 就像拉手刹之前被迫经历了一场军事障碍训练 他的脸抽搐的就像有人往他眼睛里喷了柠檬汁 我现在怎么办 看到萨伯离前车的厚保险杠只有两厘米时 帕尔瓦娜惊呼道 倒车挂倒挡 欧维从紧咬的牙缝里挤出这句话来 我差点就撞上那辆车了 帕尔瓦娜大呼小叫起来 欧维严住引擎盖看过去 脸上的表情突然平静下来 他转过身煞有介事地对他说 没事是辆沃尔沃 他们花了一刻钟才从停车场开出来上了大路 帕尔瓦娜用意挡在大路上 跑得整辆萨伯跟要炸了似的 欧维让他换挡 他说不知道该怎么换 此刻猫咪在后座想方设法要打开车门 他们到达第一个红灯的时候 一辆高大的城市吉普前座上坐着 两个替住光头的年轻人停在他们身后 离他们的保险杠非常近 欧维确信回家后都能从车漆上找出车牌号来 帕尔瓦娜紧张地朝后视镜里瞟了一眼 城市吉普轰了轰油门就像表了个态 欧维转身从后窗望出去 两个男人脖子上布满了纹身 就像城市吉普还不够证明他们都长了鱼目脑袋 绿灯亮起帕尔瓦娜松开离合器 赛博前颗一声以表盘上的一切一起变暗 帕尔瓦娜紧张地旋转点火的钥匙 他却只发出一阵揪心的震颤 发动机大吼一声前颗又灭了 光头闻紧男们暗暗喇叭 其中一个做了个手势 踩下离合器多给点油门 欧维说 我踩着呢 他回答 你完全没踩 我当然踩了 这可是你在嚷嚷 我他妈才没嚷嚷呢 他嚷嚷道 城市吉普又按起了喇叭 帕尔瓦娜踩下离合器 萨博倒了几厘米 撞上了城市吉普的车头 文锦男这下按住喇叭没松手 就像按住个防空警报 帕尔瓦娜绝望地又拧了一把钥匙 当然再次遭遇无情的熄火 这时他突然双手一甩把脸埋到手心里 我的那个老天爷 你这就哭上了 欧维脱口道 我他妈才没哭 他大喘一口气 眼泪全飙在一表盘上 欧维往后依靠低头端详自己的膝盖 拇指按住指棍的边缘 就是这实在是太难了 你明白吗 他物业注绝望地把额头靠在方向盘的边缘 那架式掐丝指望方向盘是柔软且毛茸茸的 我这不是怀孕了吗 他大喉一声仰起头看住欧维 就像这都是他的错 我就是有点紧张 一个要命的孕妇有那么一点紧张 就没人能干死地理解一下 欧维在副驾驶座上拨安地扭动着身子 他用紧握的拳头在方向盘上垂了几下 嘟囔着就是想喝口该死的汽水 然后他有气无力地把双臂往方向盘上方一趴 把脸埋在袖子里又开始哭起来 他们身后的城市吉普把喇叭摁得就像他 能把车停在了一艘芬兰渡轮的引擎盖上 斯克欧维身上起了某种反应 技术上称之为回火 他推开车门下车大步绕到城市吉普旁边 一把拉开前座车门 你从没当过新手还是怎么住 司机还没来得及回答 你个该死的狗杂种 欧维静置冲着光头文锦楠的脸大后 透没飞溅到座椅上 文锦楠还没来得及回答欧维也不等他作声 一把抓起那个年轻人的衣领 用力一拽 力道之大让那人的身体 不由自主地就从车里翻了出来 他是个浑身肌肉的大块头 少说也有一百公斤 但欧维握着他衣领的铁腕纹丝不动 文锦楠自己也被这个老男人的握力惊呆了 都没有想起来反抗 他把这个35岁上下的 年轻人举在城市吉普一侧 愤怒在目光中熊熊燃烧车壳都开始大致作响 他把食指竖在光头正中央 眼睛离文锦楠近的都能感觉到彼此的鼻息 再摁一次喇叭就是你在地球上做的最后一件事 听明白了吗 文锦楠匆匆瞥了一眼车里 与他一样肌肉发达的同伴 又看看吉普车背后渐渐排起长队的其他车辆 没人表示出丝毫的拔刀相助之意 没人摁喇叭没人动弹 所有人大约都起了同一个念头 要是一个没在 脖子上纹身并且到了欧维这个年纪的男人好不 犹豫的以这样的方式摆一个脖子 上满是纹身的年轻人按在车上 那该让人担心的 绝对不是那个脖子有纹身的人 欧维的眼睛因愤怒而阴暗起来 文锦楠思索片刻 确信这个老男人可真是会动真格的 他的鼻子几乎难以觉察地上下动了一动 欧维点头表示确认把他放回地上 他转动脚踝绕过城市吉普 回到自己的萨伯里坐下 帕尔瓦那大张住嘴瞪着他 现在你听我说 欧维平静地说一边满不在乎地关上车门 你有两个孩子 马上第三个就要从你肚子里蹦出来 你来自外国 一定是因为战争 迫害或各种可怕的灾难而被紧离乡 你学了一门新的语言接受教育 支撑着一个显然不怎么好养的家 要是让你再受这世界上哪怕任何一坨屎的惊吓 我就不得好死 欧维注视着他的眼睛 帕尔瓦那只是大张着嘴 欧维威严地指着他脚下的踏板 我不是请你做脑外科手术 只是请你开车 这是油门 刹车和离合器 这世上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几个白痴 都能搞明白这玩意是怎么工作的 你肯定也行 然后他说了七个字 让帕尔瓦那当作他对他的最高评价 铭记在心 因为你不是白痴 帕尔瓦那捋开脸上 被泪水凝结在一起的一撮头发 双手再次笨拙地握住方向盘 欧维点点头 系上安全带坐着身子 现在踩下离合器照我的画作 那天下午 帕尔瓦那学会了开车 二十八 一个叫欧维的男人 和一个叫鲁尼的男人 索雅总说欧维得理不饶人 比方说 自从九十年代摸他买蛋糕 人家错找了零钱那回以后 他八年没在光顾那家本地面包房 欧维称之为有原则 他们在这个词上的意见从未达成一致 他知道他和鲁尼无法重归 愈好让他很失望 他知道他和鲁尼之间的敌意间接导致索雅 和安妮塔无法成为他们原本可以成为的密友 但当矛盾持续足够长时间以后 就再也无法化解原因很简单 没人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欧维也不知道是怎么开始的 他只知道是怎么结束的 一辆宝马 当然有人理解也有人不理解 有人不觉得感情和汽车能扯上干系 但至于为什么这两个男人老死不相往来 永远说不清道不明 起初总是很无辜 那时欧维和索雅刚从西班牙回来 也就是那场车祸后不久 那年夏天欧维为家门口的庭院铺了新的地砖 而鲁尼在自己的庭院周围竖起了栅栏 于是欧维当然竖了一圈更高的栅栏 然后鲁尼去了趟施工用品店几天后 他在小区里缝人就说自己造了个游泳池 才他妈不是什么游泳池 欧维对索雅抱怨 就是给鲁尼和安妮塔刚刚淡 生的小家伙挖了个小池塘 仅此而已 有段时间欧维盘算着要去建筑管理部门举报 说那是违章搭建这下索雅说他过分了 把他制出去修理草坪并冷静冷静 虽然这完全不能让他冷静下来 欧维还是照办了 草坪又窄又长大约五米宽 躺在欧维和鲁尼的房子之间以及背后 很快索雅和安妮塔就把这 些区域命名为中立地区 没人知道这片草坪为什么长在这 会要满足什么功能 但当时排屋小区新建的时候 那几个民用建筑士认为那就应该有些 也没别的什么原因就是画到图纸上好看 欧维和鲁尼成立社区公共管理 委员会并且没闹翻的时候 他们俩同时决定欧维应该当草坪主管 负责修剪事宜 之后许多年这事都归欧维管 有那么一回 其他邻居建议委员会应该在草坪上设置桌椅 使其成为所有邻居的公共户外场所 但欧维和鲁尼当然就给否决了 不然这肯定立马变成马戏厂专门生产噪音 从此以后天下太平 反正有欧维和鲁尼这样的男人掺和的天下 这已经算是很太平了 鲁尼在玩他的游泳池后不久 一只老鼠飞奔着经过欧维家的院子 窜过刚修剪好的草坪消失在对面的树林里 欧维立即在社区委员会里召开了紧急会议 要求每户居民都在自家门口摆放老鼠药 其他邻居当然反对 因为他们常看见树林里有刺猬出没 他们担心刺猬也会误食老鼠药 鲁尼也反对 因为他担心老鼠会带着药跑到他的池子里去 欧维建议鲁尼系上衬衣扣子 找个心理医生帮他消除住在蔚蓝海岸的幻觉 于是鲁尼拿欧维开了个别角的玩笑 说他看到的老鼠才是幻觉 其他人都笑了 为此欧维永远不会原谅鲁尼 第二天早晨 有人把鸟食在鲁尼的院子里撒了个遍 接着两个星期 鲁尼用铲子赶走了一打吸尘器大小的老鼠 之后欧维自然豁准摆上了老鼠药 但鲁尼嘴里一直念叨着要找他算账 两年后 鲁尼在那场重大的砍树纠纷中取得了胜利 他在年度会议上获准砍掉那棵 挡住他和安妮卡卧视西洋的树 同一棵树在另一侧帮助欧维 和索亚挡掉了刺眼的朝阳 另外 他还成功驳回了愤怒的欧维对社区委 元会提出的为他支付遮阳棚费用的要求 第二年冬天欧维在铲雪冲突中扳回一局 当时鲁尼想自封铲雪组长 同时迫使委员会购买一台巨型铲雪机 欧维当然不会容忍鲁尼开个 有委员会买单的混账机器 往欧维加窗户上喷雪片子这一点 他已在委员会上说得明明白白 鲁尼仍然当选铲雪组长 但让他懊恼的是 整个冬天 他不得不徒步徒收铲房子之间的雪 结果当然是他铲遍了整个小区 除了欧维和索雅家门口但欧维满不在乎 就为了跟鲁尼赌气1月中旬 欧维跑去找来了一台大铲雪机 铲掉了家门口10平方米之内的鸡雪 鲁尼当然因此大光起火 欧维至今怀着愉悦的心情牢记在心 之后那个夏天 鲁尼当然又想方设法报了仇 他买了一台那种骇人听闻的魔鬼割草机 然后他通过一系列谎言和阴谋 在年会上夺取了欧维割草的权利 如今他比前负责人多了一些专业的工具 鲁尼边说边宠欧维的方向宁肖 欧维当然无法证明鲁尼在年会 尚成功尚未是靠谎言和阴谋 但他坚信事实就是如此 该死的锅造机 每次鲁尼神气活现得像个 牛仔式的骑着座驾经过窗前 欧维都这么问候那台割草机 四年后欧维总算逮着机会还以颜色 他成功阻挠鲁尼给自家房子换窗的计划 在33封投诉信外加时来通愤怒的电话之后 城市规划办终于妥协 接受欧维那套破坏社区整体建筑风格的说辞 之后三年鲁尼都拒绝提欧维的名字 只管他叫该死的老官僚 欧维把这话当不要吃 一年以后他自己换了窗 后一年冬天管理委员会决定 整个小区需要统一更换新的集中供暖系统 纯属偶然 鲁尼和欧维在需要更换和 动暖气的看法上截然不同 这场被其他邻居续称为水泵事件的斗争 在两个男人之间愈演愈烈 就这样年复一年 但正如索亚曾说过的那样 总也有些别样的时刻 并不多 但他和安妮塔这样的女人总 能分秒必争充分利用这种时刻 毕竟他们俩不总是针锋相对 比方说80年代的某个夏天 欧维买了一辆萨博9000 而鲁尼买了辆沃尔沃760 他们俩心情都很好 以至于和梦相处了好几周 索亚和安妮塔居然趁机安排四人 共进了几次晚餐 鲁尼和安妮塔的儿子 当时刚迈入青春期 正值各种不讨人喜欢 不懂礼貌的时候 坐在桌子一角 像个闷闷不乐的摆设 这孩子生来就是个暴脾气 索亚曾不无忧伤地说 但欧维和鲁尼居然破天荒得嗨 能在晚上一起来上一杯威士忌 那年夏天最后一顿晚餐很不幸 欧维和鲁尼都决定要烧烤 当然他们很快就围绕何种步骤点燃欧维 但烧烤价更高效 这个问题争执了起来 15分钟以后 由于争吵的音量过高 索亚和安妮塔都不得不同意 还是各自回家吃饭更好 两个男人直到各自卖掉旧车 一个买了一辆新沃尔沃760 涡轮驱动 另一个买了辆萨博9000之后 才又说上话 那段时间那小区里的邻居搬进又搬出 最后那些连排别墅门斗里的新面孔太无杂 他们前翠柔在一起成了灰色的一团 原来长住树林的地方 现在只剩几杆大吊车 欧维和鲁尼站在各自家门口 双手顽固地插在兜里 就像两尊屹立于新时代的古老纪念碑 贼美鼠眼的房地产经销商扎着稀柚 大的领带结穿行在狭小的街道上 看他们俩的眼神如同突就看见上了年纪的水牛 欧维和鲁尼都意识到 可不能等他们招来几个顾问住进那些房子里 鲁尼和爱妮塔的儿子刚满20岁就离开了家 那是90年代初 欧维从索亚那里得知他去了美国 之后他们几乎没见过他 圣诞前后爱妮塔还能接到个把电话 但他自顾不暇呀 爱妮塔想打起精神来的时候总这么说 虽然索亚明明看见他强忍泪水 有些男孩可以投也不回地抛开一切一走了之 仅此而已 鲁尼从未对此发表意见 但认识他很长时间的人都发现之后的几年里 他矮了好几公分 就好像他在深深叹了口气后他先下去 从此再没能真正喘上起来 几年后 欧维和鲁尼为了集中供暖的事争执了不下百次 一次居民大会中 欧维一怒之下夺门而出 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两个男人之间的最后一战发生在21世纪初 鲁尼从亚洲订了个自动割草机器人 可以独自在屋后的草坪上疯狂地割草 鲁尼可以远程编制程序让 他以特殊的模式工作 一天索亚从安妮塔家回来后激动地说 欧维很快一直到所谓特殊的模式 就是这个机器杂种坚持不懈地整夜在 欧维和索亚的卧室窗前转有着兴奋的吵吵 一天夜里 索亚看到欧维提起一把螺丝当从院门冲了出去 第二天早晨 机器人无缘无故地一头扎进了鲁尼的游泳池 之后那个月鲁尼第一次进医院 他再也没买新的割草机 欧维自己也不清楚他们知 见的仇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但他知道此时此刻一切都结束了 从此以后一切的记忆就只剩下欧维一个人 再也没有鲁尼 一定有人会觉得 男人的感情怎么能用他们开的车来解读 当他们刚搬进连排别墅区的时候 欧维开一辆萨博96 而鲁尼开一辆沃尔沃244 意外之后为了能装下索亚的轮椅 欧维换了一辆萨博95 同年鲁尼换了辆沃尔沃的245号装下同车 三年以后索亚换了一辆现代的折叠轮椅 于是欧维买了两箱的萨博900 鲁尼买了辆沃尔沃265 因为安妮塔开始念叨住想要第二个孩子 然后欧维又买过两辆萨博900 直到他买了第一辆萨博9000 鲁尼又买了一辆沃尔沃265 后来换成了沃尔沃745 但第二个孩子没有来 一天晚上索亚回家说安妮塔去看了医生 一周后鲁尼的车库里进了一辆沃尔沃740 三厢的 欧维习萨博的时候瞥见了那辆新车 当晚鲁尼提着半瓶威射计来找他 但对于那件事他们只字不提 或许没能出事的孩子带来的 悲伤本来可以拉近这两个人的关系 但这种形式的悲伤是不可靠的 如果两个人不分担这份悲伤 就会被这悲伤分开 或许欧维无法原谅鲁尼 是因为尽管他已经有了一个儿子 却根本不知道如何与之相处 或许鲁尼无法原谅欧维是 因为他无法得到欧维的原谅 或许他们都无法原谅自己 因为没能把自己深爱的女人 最想要的东西给他们 然后鲁尼和安妮塔的小家伙长大了 一有机会就远走他乡 于是鲁尼就去买了一辆只坐的下 两个人和一个手带的宝马跑车 因为现在只剩下他和安妮塔两个人 他们在停车场相遇时 他对索雅说 总不能一辈子开握耳握 他口是心非地笑着 他听出他有些哽咽 就是在那一刻欧维意识到 一部分的鲁尼已经永远放弃了 因此或许无论是欧维还是鲁尼 都无法原谅他 所以肯定有人觉得 男人的感情可以用车来解读 但他们错了 29 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和一个同性恋者 好好说我们到底去哪儿 帕尔瓦娜转着大气问 去修个东西 欧维在他散步之前简短地回答 猫咪小跑猪跟在身边 什么东西 一个东西 帕尔瓦娜停下来喘口气 这儿 欧维大吼一声在一家咖啡馆门口急停 隔住玻璃门飘来新出炉的酥皮羊脚包的香味 帕尔瓦娜抬头看看对面的停车场 夏伯就停在那儿 原来他们的车离咖啡馆已经不能再近了 欧维一开始就坚持认为咖啡馆在小区的另一边 帕尔瓦娜建议就把车停在那边 但那里每小时的停车费比这边高了一刻了 只得作罢 相反他们把车停在了这儿 然后绕着小区整整转了一圈才找到咖啡馆 帕尔瓦娜很快发现欧维就是那儿 众人即使不知道往哪儿走 也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并且相信道路迟早会迎合他 现在当他们发现咖啡馆就在车对面的时候 欧维自然又摆出一副一切都是按他计划的样子 帕尔瓦娜擦掉挂在脸颊的汗珠 这儿坐着个胡子拉茶的人 以着身后的墙朝地面半躺下去 面前放着一个纸杯 咖啡馆门口 欧维·帕尔瓦娜和猫咪遇到一个眼睛下 黑得像抹了烟灰式的二十出头的小伙子 想了好一阵欧维才意识到 这就是他第一次在自行车棚外遇到的那个男孩 他当时就站在扛自行车那个小伙子的身后 此刻他端住剩有两个三明治的纸盘子冲欧维笑 看上去同样小心翼翼 欧维只好无奈地点点头 就好像他想说即使他无心回应他的笑容 但他看到了 为什么不让我停在那辆红色车旁边 他们走进玻璃门的时候 帕尔瓦娜问 欧维不回答 我能做到 帕尔瓦娜自信地说 欧维疲惫得摇摇头 两小时前他都不知道离合器在哪 现在他居然因为不让他停车而生气 一进店门 欧维就瞥见那个眼睛下擦住烟灰的 男孩把三明治给了那个胡子拉茶的人 嘿欧维 一个声音喊得太激动 破成尖锐的高音 欧维转过身 看见那个在车棚为自行车跟他吵架的小伙子 站在店前一张擦得正亮的长柜台背后 欧维注意到他戴着鸭舌帽 在室内 帕尔瓦娜和猫咪在柜台前 各自的吧台凳上自得其乐 帕尔瓦娜一个劲擦额头上的汗 尽管屋里跟冰教室的比街上还冷 他从吧台上的水壶里倒了杯水喝 猫咪满不在乎地趁他不注意往杯子里舔 你们互相认识 帕尔瓦娜看住小伙子惊讶地问 我和欧维算是哥们 小伙点头 是吗 我和欧维也算是 帕尔瓦娜模仿着他直白的热情笑了起来 欧维在柜台一定距离歪停下脚步 就好像靠太近会有人上来给他个拥抱似的 我叫阿德里安 小伙子说 帕尔瓦娜 帕尔瓦娜说 你们要喝点什么吗 阿德里安转身问欧维 哦 拿铁 帕尔瓦娜便说便用纸巾拍着额头 语气就像突然有人过来按了按他的肩膀 要是你们有的话 最好是冰拿铁 欧维把身体重心从右脚移到左脚 窥探了一下店内 欧维从来不喜欢咖啡馆 索雅当然是爱死咖啡馆了 可以在里面坐上一整天就为了看看人 他这么说 欧维曾经总是坐在他身边看看报纸 每个周日他们都这样度过 自从他去世后 他再也没进过一家咖啡馆 他抬起头 发现阿德里安 胖尔瓦娜和猫都在等他回答 那就咖啡吧 他回答 阿德里安在帽子底下挠挠头 那就是意识浓缩了 不是就咖啡 阿德里安从头挠到下巴 那是黑咖啡 对 加奶不 加奶就不叫黑咖啡了 阿德里安移了一柜台上的糖冠 可能只是为了做点什么好别看上去太蠢 吃了点 欧维心想 普通过炉咖啡 悲催的普通过炉咖啡 欧维嚷让让起来 阿德里安点点头 哦对了是这样 那啥我不知道怎么做过炉咖啡 欧维当时的表情 就像听到有人对他说不知道怎么用水壶接水 把咖啡粉盛在炉纸上以及再按个开关一样 他直指小伙子身后操作台上 木齐眼的角落里放着的蒸馏咖啡机 他被跟前硕大的银色飞船撞机器挡掉了一半 但欧维知道这玩意儿就是座椅是浓缩的 哦那个呀 阿德里安冲蒸馏咖啡机点点头恍然大悟 然后他又朝欧维转过身 嗯那啥我不知道那玩意儿咋屎 这不是明摆住欧维嘟囔住走进柜台 他把小伙子碾到一边举起咖啡壶 帕尔瓦娜大声咳嗽了一下欧维瞪了他一眼 干嘛 他说 干嘛 他重复了一遍 欧维扬起眉毛他怂怂肩 谁能告诉我我们在这儿干嘛 欧维开始往湖里灌水 这小家伙有辆自行车要修 帕尔瓦娜露出笑容 就是挂在我们车后的那辆自行车 你把他带来了呀 阿德里安突然激动地对欧维说 你又没车 欧维边回答边在一个吊柜里翻找卤纸 谢谢啊欧维 阿德里安说着朝他跨进一步 但一下子清醒过来赶快停下 没有进一步做出傻事来 这么说是你的自行车咯 帕尔瓦娜笑道 阿德里安点点头 然后又马上摇起头来 那啥不是我的车 是我妞的车 其实说我想让他做我妞 是这么回事 帕尔瓦娜窃笑 我和欧维这么大老远开了 一圈就是为了给你送车来修 为了个妞 阿德里安点点头 帕尔瓦娜靠到柜台上 拍拍欧维的胳膊 知道吗欧维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 你还挺好心的呢 欧维不喜欢他说话的语气 你这儿到底有没有工具 欧维边问阿德里安边拿开胳膊 阿德里安点点头 那快去拿来呀 自行车就在停车场里的萨博上 阿德里安飞快地点点头 转身走进厨房 几分钟后 他拿着个巨大的工具箱回来 静止往门口赶 你闭嘴 欧维对帕尔瓦娜说 帕尔瓦娜的嘴角挂着那种狭笑 提示欧维他一点都不想闭上嘴 我把自行车带这儿来 只是不想他把我家的储藏室弄得一团糟 他嘟囔道 没错没错 帕尔瓦娜点头大笑起来 欧维又忙活着找起颅纸来 在门口 阿德里安和那个眼睛下擦 祝烟灰的男孩撞了个满怀 我只是那啥去拿个东西 阿德里安说那些话 就像他刚推抖的高大纸箱 这是我们店长 阿德里安指着那个眼睛下擦住烟灰的男孩 回头冲欧维和帕尔瓦娜喊 帕尔瓦娜立马沾起身礼貌地伸出手 欧维忙住翻柜台背后的抽屉 你们干什么 眼睛下擦住烟灰的男孩 饶有兴趣地看住 这个藏身在咖啡馆柜台背后的中老年男子 小家伙要修自行车 欧维回答就好像地球人都该知道似的 你把做正经咖啡的卤纸都放哪了 欧维随后问道 眼睛下擦住烟灰的男孩指了指 欧维抬头看他 你起眼睛 你化妆了 帕尔瓦娜冲他叙了一声 欧维看上去很不服气 怎么 问问不行啊 眼睛下擦住烟灰的男孩紧张兮兮地笑笑 对话装了他点点头开始揉眼眶 昨晚我出去跳舞来住 帕尔瓦娜马上心照不宣地从 手袋里抽出一张湿纸巾递过去 男孩感激地笑了 欧维点点头回到咖啡机跟前 你是不是也有什么自行车换了 爱情 女人 他漫不经心地问 没有没有反正没自行车什么事 我想 爱情也没什么可说的 反正反正没什么女人的事 烟灰男孩回答 他轻轻仰起嘴角 当舍没超过15秒 他开始俯弄起自己的衬衣下摆 欧维按下咖啡机上的开关 听他开始吱吱作响 然后转过身往柜台内侧依靠 就好像即使他不在这工作 这样做也完全没什么奇怪的 这么说你是激老 他冲着烟灰男孩点点头 欧维 帕尔瓦娜说着又打了一下他的胳膊 欧维拿开胳膊一脸不满 问问怎么了 那不叫这个 帕尔瓦娜立声说 显然不想让那个词从自己嘴里蹦出来 激老 欧维重复了一遍 帕尔瓦娜又奔着他的胳膊打过去 但欧维飞快地闪开了 不能这么叫 他命令道 欧维不等要领的朝燕灰男孩转过身去 不能叫激老了 那现在都怎么叫来着 叫同性恋者或者同志 帕尔瓦娜忍不住脱口而出 欧维先看看他看看燕灰男孩 然后又看看他 哼 想叫什么都行啊 没事 燕灰男孩笑到转向柜台套上一件围裙 帕尔瓦娜哼了一声冲欧维批判的摇摇头 欧维同样也冲他批判的摇摇头 没错 没错 他开始边思索边用手指在空中打着圈 就像拉边舞边到一半摸索着下一个动作 就是那种搞鸡的人你是其中一个 是不是 帕尔瓦娜看住那个燕灰男孩 就像要跟他解释说欧维刚从某 对精神闭月晚期住院不逃出来 没必要跟他一般见识 但燕灰男孩看上去根本没往心里去 对对 我就是那种 懂了 欧维点点头转身拎起还在沸腾的咖啡壶 开始往杯子里倒咖啡 然后他端起杯子 一言不发地出门朝停车场走去 燕灰男孩也没对他擅自带着杯子出门发表意见 毕竟这个男人已经自封为这家咖啡的桂园 和店长才瞎15分钟就开始打听对方的兴趣向 都这样了还费什么口舌 萨伯旁站住阿德里安 看上去就像在森林里迷了路 没事吧 欧维委委婉地问同时下一口咖啡 看住还没从车上解下来的自行车 嗯 你知道不 那啥我去 阿德里安胸口突然一阵起痒 欧维瞪了他足有半分钟又下了一口咖啡 点点头一脸像是捏到了烂牛油果的失望 他把咖啡杯往南海手里一塞 上前一步亲手解下自行车 点了个个儿放到地上 硬打开小伙儿从咖啡馆里拿出来的工具盒 你爸爸没教你怎么修自行车 他头也不抬地说 一边弯下腰检查扎破的车胎 爸爸在牢里 阿德里安挠挠肩膀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他像是在找地动行往里钻 欧维停下手上的活抬头审视着他 他低头看住地面 欧维咳嗽一声 其实也不难 他一边说 一边做了个手势让他坐到地上 不太花了十分钟 欧维停扑直续地讲解着 阿德里安从头到尾默不作声 但他很专注也很聪明尽可能不走神 这欧维得承认 可能动几手来并不像动嘴那么笨拙 他们用后备箱里的抹布擦掉灰土 尽量避免目光接触 希望是个好女孩 欧维观上后备箱时说道 阿德里安艺术不知道如何接话 他们再次走进咖啡馆的时候 店里多了个立方身形 穿花衬衣的矮个男人 站在一架梯子上拿螺丝刀拧着什么 欧维猜湿暖风机 英灰男孩站在梯子下方 用双手举着一堆不同型号的螺丝刀 时不时擦一下残留在眼睛周围的眼影 抬头注视着胖子神情紧张 就像担心露出什么破绽 帕尔瓦纳兴奋地朝他转过身 这是阿迈尔咖啡馆是他开的 这些话就像刚从开闸的水管里跑出来 他指着梯子上的方形男人 阿迈尔没有转身 但是嘴里蹦出异常转抚音 欧维没听明白 但还是忍不住怀疑那是 一堆猬虚的词汇和人体器官 他说什么 阿德里安问 英灰男孩坠坠地扭动着身子 哦 他说这个东西这个暖风机不咋 他匆匆看了阿德里安一眼 立刻又低下头去 他说这玩意儿跟同性恋似的不顶用 他说话声太低 只有欧维能听见 因为他碰巧离得最近 而胖尔瓦纳正乐呵呵地指着阿迈尔说 就算听不懂也知道他满嘴脏话 这人就像你的翻版欧维 欧维看上去不怎么乐意 阿迈尔也是 他停下手上的活拿螺丝刀指着欧维 那只猫是你的吗 不是 欧维回答 其实他也并非想否认这是他的猫 只是想声明他不属于任何人 猫出去 咖啡馆里动物禁止入内 阿迈尔嚷嚷到腐音烂蹦 就像淘气的小孩玩造具 欧维饶有兴趣地打量着阿迈尔头顶的暖风机 看看吧台凳上的猫 又看看仍然捧在阿德里安手上的工具盒 然后又是暖风机 最后目光回到阿迈尔身上 我帮你把它修好猫留下 他的语气里陈述大于疑问 阿迈尔看上去有些不知所措等回过身来 他已经从梯子上的人变成了扶梯子的人 连他自己也解释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 欧维在上头倒过几分钟后爬下梯子 手掌在裤腿上一擦 打螺丝刀和一把斑朔往烟灰男孩手里一塞 你居然修好了 看住屋顶上暖风机的风扇略显 疲惫得前壳一声后慢慢转动起来 穿花衬衣 身材四方的男人洗出汪外的惊叹一声 他转过身 大大咧咧地把两只皱巴巴 的大手往欧维的双肩一搭 威士忌 你要不要 厨房里我有威士忌 欧维看看表现在是下午两点一刻 他不安地摇起头来 一是因为威士忌 一是因为阿曼尔搭在他肩上的手 因为男孩走进吧台背后的厨房 仍在疯狂地融着眼睛 半小时后猫咪和欧维走向萨博的时候 阿德里安追上他们 小心翼翼地拽拽欧维的袖子 回记你可别跟人说米尔莎德是 谁 欧维不解地打断他 我老板 阿德里安说 看到欧维好像还是不得要领 他只好补充到化妆的那个 搞机的那个 欧维问 阿德里安点点头 那啥他爸爸那啥 阿曼尔他不知道米尔莎德是 阿德里安结结巴巴地寻找措辞 搞机的人 欧维填了空 阿德里安点点头 欧维怂怂肩 帕尔瓦那 盘山着追上他们 气喘如牛 你去哪儿了 阿维问他 我只是给了他点零钱 帕尔瓦那一边回答 一边冲墙脚边 胡子拉茶的人点头 你明知道他只会拿钱去买烧酒喝 阿维立声说 帕尔瓦那瞪了瞪眼睛 阿维总觉得那眼神里 蛮是嘲讽 哦 是吗 我真希望他会用这钱去海大学 李立子物理学课程的助学贷款呢 欧维打了个喷嚏来到车前 阿德里安站在车的另一边 还有什么事 欧维问 米尔莎德的事你谁都不告诉 说真的 欧维尚有介事地冲他一指 你呀 要买法国车的可是你自己 别管别人闲事了 你自己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三十 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和一个没有他的社会 欧维擦掉墓碑上的积雪 吉利在节洞的硬土上挖坑好插上鲜花 他站起身拍拍身上的尘土 不无羞愧地挽住他的名字 他总是埋怨他爱迟到如今他自己往这儿一站 显然完全无法兑现追随他的承诺 这日子过得真是太遭罪了 他对住石碑说 然后又陷入沈默 他也不知道究竟从何时开始 他变得如此沈默 他的葬礼以后日复一日的似水流转 他也不清楚期间自己究竟做了些什么 索雅去世以后 直到帕尔瓦那和那个帕特里克 把车静止开进他的花坛 这段时间里 他根本想不起来跟哪个大活人说过一个词 有时他会忘记吃晚饭 记忆中好像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 自从将近四十年前 他在那烈火车上坐到他身边之后也没有过 只要索雅在生活就有规律 欧维每天差一刻六点时起床煮咖啡 出门巡逻 六点半索雅洗完澡 他们一起吃早饭喝咖啡 索雅吃鸡蛋 欧维吃三明治 七点零五分 欧维把他抱到萨博的副驾驶座上 把轮椅塞进后备箱开车把他送去学校 然后自己开车上班 十点不到一刻 他们各自休息喝杯咖啡 索雅在咖啡里加牛奶 欧维喝黑咖啡 十二点午餐 三点不到一刻又是休息时间 五点一刻欧维到学校接索雅 把他抱上副驾驶座 把轮椅塞进后备箱 六点他们坐到厨房餐桌前 共进晚餐 通常是肉和土豆佐以降料 这是欧维的最爱 然后他坐到靠椅上垂住 毫无知觉的双腿解甜自由戏 这时候欧维就去外面的储藏室 倒过一阵或者看会儿新闻 九点半欧维抱起他去楼上的卧室 意外之后几年里 他一直对他念叨住 应该把卧室换到楼下的客房来 但欧维拒绝了 十几年后他意识到 这是他向他表达绝不放弃的方式 不管上帝宇宙还是何方神圣都休想取胜 都见鬼去吧 于是他再也不提 周五晚上他们会一直看电视到十点半 周六早饭通常会推迟 有时甚至会推迟到八点 然后他们出门逛街 建材市场 家具城和园艺市场 所以买土壤欧维看看各种工具 他们只有一栋带一小片后院的连排别墅 门前有一小排花坛 但总有些花花草草要种 总有些地方要羞羞补补补 回家路上他们会吃个冰淇淋 索雅吃巧克力口味的 欧维吃果人味的 每年冰淇淋都会涨一次价 每份贵个一克朗 这时候索雅就会说 这可要了欧维的命呀 回到排屋后 他就从厨房的院门 推着轮椅到院子里 欧维帮助他从轮椅上下来坐到地 在花坛里种花是索雅最爱做的事 因为这时候即使无法站起来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欧维就找了一把螺丝刀进屋 房子最大的好处就是永远修不完 总有那么个把螺丝等住欧维去紧一紧 星期天他们会找个咖啡馆喝咖啡 欧维看报纸索雅聊天 然后又是星期一 直到某个星期一他消失了 欧维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沉默的 或许他开始更常在心里说话 或许他快要疯了 有时他会这么想 好像他根本不想听别人对他说话 因为嘈杂的闲聊会淹没他对他声音的记忆 他用手指温柔地俯过墓碑 就像俯过一条后毛毯的长岁 他从来不理解年轻人整天念叨的寻找自我 他常听公司里三十来岁的同事这么说 他们念念不忘的就想要更多业余时间 就好像这是工作的唯一目标 做到不用再做为止 索雅曾经嘲笑欧维说他是世上最不灵活的人 欧维不愿把他当作耻辱 他只是喜欢寻规导举仅此而已 凡事都该有个规律让人有据可循 他不理解这怎么就成了缺点 索雅总是跟人说八十年代中期 欧维曾在他的劝说下 这只能归因于 一时精神错乱 买了一辆红色的萨博 尽管他认识他的这些年来 他总是开蓝色的 那是欧维一生中最糟糕的三年 索雅嬉笑道 从那以后欧维再没开过蓝色萨博以外的车 别的太太总是因为先生没 有注意到自己的新发型而生气 我理完发因为看上去和平常不一样 先生几天不理我 索雅总是这么说 欧维最思念的就是这些 曾经平常的这一切 他认为做人就要做有用的人 他从来都是有用的人 这是不争的事实 他做了一切社会需要他做的事 工作从不生病结婚贷款缴税 自舍其力开正经的车 社会是怎么报答他的 他冲进办公室让他卷铺干回家 这就是报答 某个星期一突然他就没用了 13年前欧维买了一辆蓝色萨博9比5两箱 没过多久 透用汽车的美国佬就买走了 公司里最后一份瑞典人的所有权 欧维和尚报纸一通脏话一直卖到下午 之后再也没有买过车 休想让他把腿迈进一辆美国车 除非双腿连层身子都一起掀进了棺材 这他们可得搞清楚 索雅当然更仔细地读了这篇报道 也反对欧维对接管者国籍的历史成见 但这预示无补 欧维已经下定决心绝不动扬 这辆车他要一直开下去 直到车毁或是人亡 从此以后再没有什么正经汽车了 他认定 如今那些破车里只剩一堆破电子仪器 感觉就像开着台电脑 想不违反保修协议 擅自打开发动机该都不可能 索雅说欧维葬礼的那天 这辆车会伤心到熄火的 或许真会这样 但凡事都有个期限 他经常会这么说 比方说四年前医生为他开诊断书的时候 他比欧维更宽容 他原谅了上帝宇宙和所有的一切 但欧维却怒火中烧 因为他觉得总得有人为他站出来抱不平 因为他受够了 因为当所有厄运都向这世上他 唯一觉得不该承受的人袭来时 他一天都无法忍受 于是他与全世界抗争 他与医院的医护人员争吵与专家争吵 与主治医师争吵 他与那些在政府工作的白衬衫们争吵到最后 白衬衫实在太多 他根本记不住他们的名字 保险公司里这个人负责这项政策 那个人负责那项索雅生病了找这个人 坐轮椅找另一个人 第三个人处理他离职的事 第四个人替他跟政府有关部门 解释他需要的正式去工作 但他斗不过那些穿白衬衫的也斗不过诊断书 索雅得的是癌症 我们顺其自然 索雅说 他们就是这么做的 索雅继续为他挚爱住的熊孩子们工作 直到奥维必须每天把他推进教室里 因为他自己已经无能为力 一年后他的工作量降到了75% 两年后降到了53%年后是25% 最后不得不并退回家的时候 他还给每个学生写了封长信 鼓励他们想找人说话时就给他打电话 几乎每个人都打来过电话 他们接踵而来 有个周末爬屋来的人太多 奥维不得不出门在储藏室里待了整整六个小时 晚上最后一个人回家之后 他就在屋子里打转 仔细检查有没有人偷了东西 像往常一样 直到索雅喊他别忘了数数冰箱里的鸡蛋 才罢休 他一边抱着他上楼把他放到床上 一边听评他笑话他 入睡前他转过身把手指钻进他的掌心 把鼻子埋到他的锁骨上 上帝把我的孩子带走了我亲爱的欧维 但他又给了我一千多个 第四年他死了 如今他站在这里用手俯过他的墓碑 一遍又一遍就像他想这样把他唤醒 我去阁楼上拿你爸爸的猎枪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也不喜欢 他平静地说 他深吸了一口气 就好像得省住气才能不被他说服 一会儿见 他坚定地说着蹬掉鞋上的血 就好像他不想给他反驳的机会 然后他沿着那条小径朝停车场走 猫咪懒散地跟在身边 穿过那道黑色的大门 绕过仍在后备箱上贴住链车标志的萨博 打开副驾驶坐那侧的车门 帕尔瓦那瞪着那双充满同情的棕色大眼睛看住他 我想到一件事 他一边小心翼翼地说一边挂上挡掉转车头 我不前 但他并不罢休 我只是想要是你愿意 我可以帮你收拾房子 或许可以把索雅的东西收进盒子 还没等他把索雅的名字说完 欧维的脸色就阴神下来 好像愤怒立刻凝结成一副面具 别说了 他的吼声在整个车厢里回荡 我只是想 给他妈再说一个字 明白了吗 帕尔瓦那默默地点头 回家的一路上 欧维都冲着窗外怒目而视